李勇对阎王说 你们是否抓错人了呀 阎王笑道 老弟诧异 之所以请你来 是你的阳寿已尽 李勇回答 我才五十岁 阎君不公 阎王解释道 你说得对 五十岁对老弟来说 肯定不公 你的寿命生死簿上 写得很清楚 是一样的 一百岁 但你起早贪黑的 把一天当两天用 把生命用尽了 李勇沉默片刻问道 那科学家和工程师 不是也一天当做两天 甚至三四天用吗 为什么他们的寿命 却很长 有的都超过百岁 阎王答道 老弟有所不知 你们阳间不是有句话吗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你说的这些人 虽也一天当做两三天用 但他们把时间都贡献给国家和人民 我们在计算寿命时 不能算作他们的 李勇接道 那我不也是把时间贡献给人民了吗 阎王摇头说道 你说的那些人 虽然付出了时间 但他们个人并没有得到金钱 均不闻搞捣蛋的 还没有卖茶蛋的收入高吗 你老弟付出的每一分钟 得到了太多的报酬 现在身价几个亿了吧 李勇痛哭流涕 向阎王求道 我愿意献出全部财产换回我五十年生命 阎王答道 不可不可 地府不同阳市可以变通 是严格以法办事的 李勇放声大哭 阎王拍着李勇的肩膀安慰道 别哭别哭 九月来阴间的艺人 有盛中国 善田芳 朱旭 施盛杰 布仁巴雅尔 桑天朔 有拉小提琴的 有说评书的 有演话剧的 有说相声的 有民族歌手 有摇滚歌手 节目齐了 就缺你一个主持人了 编剧比较关键 又把金庸请来 活动没有钱也不行 光大银行王光英也来了 特别是没有观众更不行 于是国内重庆万州 来了一公交车观众了 如果感觉视频不错 请动动手指